世界杯期间,看球吃毛豆喝啤酒是极好的 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煮菜的毛豆 颜色翠绿不变黄还好吃 今天毛豆用清水浸泡洗净 用剪刀剪去头尾 锅里放冷水,水里放八角,桂皮 干辣椒,适量的盐 最后放一点色拉油 只要能保持毛豆不变黄 然后开火 水开后再煮八分钟左右 根据我的经验,煮八分钟口感最好 八分钟后捞起 迅速用水冲凉 待毛豆煸凉后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色泽清脆,富有口感 湖北凉拌毛豆的做法 热锅放油 加干辣椒蒜末爆香 倒入煮好了毛豆 加生抽,醋 翻炒几下即可起锅 放凉后冰箱冷藏两个小时 这样吃起来更爽口 随手做美食,美食随手做 更多家常菜,请点击视频下方关注 美食就在你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